记者蔡宗勋布袋报道 为让游客到布袋观光与市安心享受美食 加一线推动餐厅评鉴认证 共34家参加 货品有两级两级各7家 今天由议长张明达与卫生局代理局长蔡淑珍班正 消费者肯定这项评比 强调看到工作人员戴上口罩帽子 厨房也加装纱窗 吃起来觉得更安心 布袋观光与市逢假日游客摩肩接种 尤其是高跟鞋教堂带来的观光热潮 连平常日都落异于途 但过去餐饮工作人员未穿戴背心及口罩帽子 厨房未装纱窗置为淫滋生 常遭人诟病更忧心并从口入 嘉义县卫生局配合明年 登会在嘉义县推动观光与市餐饮 卫生评件认证聘请食安专家组成评件小组 实地查核符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GHP菜肴酬眼辅导业者用在地食材为主风味餐 彩色即可溯源食材 黄庆游客指出这次到观光鱼市场吃东西 看到工作人员戴上口罩帽子 穿着背心环境也整结许多 令人耳目一新 希望可以一直维持下去 感谢观看